pped 不 凉 oportun 竭 怎么了 出生了吧 回 小兵 肯定我 让我肯定我 我肯定 걸� Smooth 你侯父 那个 他们走了 怎么了 不知道肚子好胀 许子言 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你在胡说什么 你怎么会怀孕 怀谁的 好啊许子言 你怎么那么厚颜无耻 我 我就跟你一个人成天 你跟你一个人怀孕 突然你还能是谁的 那个 我们没有怀孕 别动 一会儿白草丸妖精上来了 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行 现在不认了是吧 没关系 我也不是非你不可烦的 你只是来鬼水了 什么 女子十四而天鬼志 你都十九了 自己来鬼水 不知道 我 白涨那么大了 你娘亲 没跟你说过吗 我娘亲早就死了 你娘 你要是海嘴就好了 你要是海嘴就好了 你当晚上不睡觉 在这装什么夜叉啊 龟子长大了 所笑的疼媳妇喽 我的小孙女 打碎一票喽 我去 喝了 都这样了吗 你还要让我试药啊 赶紧喝了 好 许子言 怎么了 你这趁我身边有命吧 需要就算是也太难喝了吧 费什么话 赶紧喝了 良药苦口 本来我还挺感动的 带你这个药的味道 让我心里很愤怒 真的不怎么通嘞 你想想 之前从你家买冰沙的那些女子 半夜可没有人给她毛药 我知道了 我都听你呢不再卖冰沙 你别啰嗦了 我是怕你好了伤疤忘了疼 不会 不会 我现在一想到 他们都跟我今天一样疼 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不是冰沙也不能卖 也没啥别的能卖的 我怎么赚钱呀 夏宜斌 你为何这么执着于赚钱 夏家虽然情况复杂 但是据我所知 对你的衣食住行 从来没有亏待过吧 我总不能告诉他 我要赚钱买命吧 那 那我不是为了嫁给你 都跟夏家断绝关系了吗 再说了 虽然咱俩有契约 但又不是真夫妻呀 我总不能赖你一辈子吧 我总要 为自己以后考虑考虑了 是吧 没什么事我先睡了 虽然是有过来的 我本事以后 也肯定是要俩赚钱的 我安排了 今天刚刚才做到 你对人家要照明了 你们我添一误师 谈到你 还是要回家 如果尼人家要恥赚钱了 甚至是那样 是特别人 told 如此 你 自由